现在先谈谈双汤 因为我看到它现在正在升一成 港交所的权益披露显示 公司昨天回购了670万股 每股回购价是2.1 涉及1400万 双汤之前到达禁售期完结 大股东就沽货 有一个比较惊吓的跌幅 现在公司又作一个回购 今早原来正在升一成四 你觉得投资者可否跟车短线炒一转 之前的跌幅吓到人 真是喝多少汤都补不回 但那个股价是非常大的成交 你先不要看 我觉得要补回上次的跌幅 真的没什么可能 暂时短期看不到 但你说短线炒一转 接近一根势 你说行不行呢 我相信你的双汤都跌了 至少十几个加月 我想今天反弹 跟回市 跟回市的气氛配合 就打一旦 你说能否跟一转 我认为先保守 先看看这个声势 是否可以持续多一天 否则我暂时建议跟着 都是审慎一点 始终波动比较大 未必每个投资者都能看得这么紧 这个板块 或者这间公司 其实那个走势来说 其实我们先撇除之前那个 禁仇期的一戒禁 然后不像股东大解放 其实之前的走势 你见到都是平平无期的 你说真的要一个 比较英俊的升幅出现 那暂时看不到什么因素 去推动它 嗯 好 嗯